夫人之见,信口开河 张木听他都把他们给说死了,眼皮疾 要银两两米,我还能理解 可是要美女做什么 墨子照说自己的 难道你们还真打算长期抗战,要在山里培养下一代 又是哄笑一片 而且这回连元成都忍俊不止 你,你 张木气结巴了,说不过他 只能对他的夫君抗议 元相,你夫人说得太不像话了 我是怀着诚意来商谈的,可不是来受女人侮辱的 你若不管,那张某就此告辞 紫草君今后再无可能与一元君联合 张先生息怒 我夫人心直口快,其实是担忧紫草君的处境 元成还不能放人走 元相还是担心你们自己的处境吧 就算让尊夫人说中了 我们耗不起被灭了 朝廷下一个针对的就是你们 要不是虎王拖住了官兵 你们哪可能吞并这个吸收那个 扩充得这么快 所以张木才飞扬跋扈 别把虎王当傻瓜 联合 你们保证没有吞下紫草的意图 没有好处 为什么要帮我们 彼此彼此罢了 张先生误会了 就是知道朝廷会对付我们 与其被他们个个击破 我们元相才想大家绑紧 李燕偷笑够了 明白元成有留刻的意思 虎王的要求我们也清楚了 这不是小事 请让我们商量商量 张先生一路舟车劳顿 我已备下一站最好的房间 和美酒佳肴招待 休息一晚 明日再听答复 可好 张木其实也不会真走 这才对嘛 我们提要求条件 你们可以不答应 但不该对我无礼 买卖不成人也在 而且别忘了 贵方还有二十来号人 在我们那儿做客呢 看张木大摇大摆走后 莫子皱鼻子 张木张木张头鼠目 仗个狗头 胡甲虎威 元成笑赞他 多聪明的脑袋官 唐中热灯已经幻灯 夜色不入 人人面上不见疲倦 原相 居心叵测 无理愚蠢 这个张木可杀之 伟案一说 近一半的人点头 两国交战 不展来时 张木虽无耻 但只是代为传话 不过一个没什么主见的小人 杀他容易 却难免中了他人奸计 坏了我们辛苦建立的正义之名 李燕老谋深算 看得更透彻些 我同意李老的意见 张木不但不能杀 还要客客气气送他走 黄金 粮草 美人 给不了他要的树 也得备成一份厚礼 元成说道 你要答应 贺虎的条件 莫子这回想得直接 答应是不可能的 我虽无意当大 但也不能将真心投奔的人 随手转给贺虎 贺虎早年为小山寨倒扣 在九脉山遭到大山寨排挤 后轮落到紫草县当了混混 借民众对朝廷的不满 集结一帮子人 表面上是与官府作对 其实骗取百姓血汗钱 紫草县暴乱 也并非他挑起来的 而是趁乱混入 在强取功劳 但他摆脱不了山贼的出身 既无雄心打出一片天地 也无才能守着二周 任大好的形势就此错过 只懂守山靠水 目光短浅 难有大作物 元城已经看穿贺虎 我提与他合作 那张牧最后说的几句 还不算纯 的确只是要得到他的好处 借他牵制官军 而我将信州陈州吃下 你既然不答应他的条件 又要笼络他 是因为他扣下了我们的人 莫子明白了 派去的是谁 苏兰和实名卫士 元城回答 只怕你就算送了厚礼 对方也会因你不肯顺从 而杀苏兰解气 毕竟张牧一回去 我们找他们就难了 莫子的担心不无道理 元城却另有想法 苏兰一定要救 张牧也一定要放 信州陈州 也一定要吃 不过 贺虎水道进出的秘密 若找不出来 后患无穷 张镇提议 我们可假意答应张牧 说义元军愿听从 贺虎号令 归其帐下 然后再派人上张牧的船 表面上是去送礼 其实是探水路 张牧不是傻瓜 凭什么相信我们的话 我看他此来 一是羞辱 二是显摆 并不见得有联合的意向 借那两个条件 可能只想让我们知难而退 莫子不认为 会如此简单得到秘密 那就要看我们如何显示出诚意了 贺虎有一毒子 得了一种怪病 实有疯癫伤人之症 我们可借冲喜一说 为齐选貌美少女送嫁进去 张牧许会上当 只是这女子 最好身份高些 否则恐对方怀疑 丁狗插眼 李燕眼睛一亮 嗯 此法可用 原成若有所思 片刻后抬其眼 今日已晚 各位先回去休息 待我想想 除了莫子 其他人都退下了 莫子 你觉得丁狗的主意 可用否 征求她的意见 冲喜送女 若真能混进去 也不是为一个好主意 只是选谁呢 还要身份上过得去 莫子对上原成的目光 看出她已经有了答案 顿时脑中灵光闪过 你 不会是想到了 五幽燕吧 难得人皆知我无亲人 不过 如今既然有了妻室 妻子的妹妹 就是我的妹妹 我把妻妹 嫁给贺虎的儿子 应该算诚意十足了吧 斗绿无人实的 用五幽燕剃之 二人皆美貌出众 不会引人怀疑 毫不心软 以大周郡主 带莫子珍惜的妹子 去冒险 眼睛都不眨 我看张木就是个极色胚 赫虎和他儿子 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 先不说五幽燕肯不肯 若真去了 如果吃了亏 那可怎么交代 绝对是羊入虎口 对方有三万兵马 我们就算把送驾队伍 称足了 也不过百人 万一贺虎翻脸不认 和扣下苏兰一样 把送驾的也都扣了 此行很险 我自是知道 但贺虎的水道 一旦让我们找到 便能派人增援 至于张木说的三万众 恐怕已不足了 再说 五幽燕自己说 对我们有用处 我不会强迫他 让他自己选 元成云淡风轻 那么 我去送驾 行船的任务 怎能少得了他 莫子说道 不成 元成想都不想 就拒绝 为何不成 找水道 我是第一人选 况且 我妹妹出嫁 我送嫁 不是更显得有诚意 这活不是非他不可 但他出面 会达到各方和谐 你知道为何不成 五幽燕自己跟来的 为此我惩罚了 一传对我效忠的人 我给他选择 回大洲 或去贺虎那儿 他要是非要证明自己有用 就算到时出了什么意外 也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这些我都会跟他说清楚 我派人尽力护他周全 但是如果救不及 我也不会自责 而你不同 原成谋中情长 千言万语 只化为这四个字 我若保证 不会出事呢 墨子明白他的顾虑 但他想要出一份力 墨子 我俩就要成亲了 别在这个时候 让我提心吊胆 嗯 原成不松口 安排肥虾水蛇 他们去送 水性驾船都是一绝了 害怕找不到路 原成 你若一定要去 我跟你一起去 原成少有的私心 让他这回强硬到底 你怎么能离开 李老都已经说了 很多人都没见过你 虽然冲着你的旗号而来 但心中对你的能力存疑的 也不是只有一个两个 你应该站在主战场 向他们显示你的本事 彻底收复人心 即便要去对付贺虎 也要等万事俱备 到时你亲自率人杀入贺虎老巢 一阵原相生为 墨子笑了笑 神情自信 我相信 你一定赶得及增援我们 要是连自己的妻子都救不了 还想推翻难得腐败的皇朝 今后恶战多着呢 你是不是一昧把我藏在身后 你也知道 我不是那种 依赖夫君的小女子 明明是我擅长的 你不舍得我冒险 我才失望 原成漠然 他何尝不知 他是宋家的最好人选 但他也清楚 死刑危险万分 对手不但拥有上万兵力 而且是不讲道义良心的盗贼匪类 然而思索半赏后 他笑着叹息 你这是良夫之能耐 对了 墨子眨眼 趁着还没嫁 最后考验一次 最后考验一次 万一我壮烈牺牲 你娶不到老婆 就赶紧急流勇退 找个地方当和尚吧 原成大笑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连说三个好 墨子 我这二十 我这二十余年 被人击过三次 第一次 吴太师段 吴人会真心救我于落难之时 我偏要试一试 绝处逢生遇到了你 第二次 我亲娘望雨支持她的人 是我这等小子望尘莫及 并且必死在那人的算计之中 我便撒下千层网 让肃王无所遁形 这第三次 就是你了 你只管去 我随后便道 若你死 我也不当什么和尚 清风剑三尺 直接抹脖子 在黄泉路上追 黄泉路上追你 走完最后一程 莫子看此时的原成 温润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是洒脱自信 孝傲于天地的至尊非凡 这一面 是他第一次见 深刻于心 刻于心 今后数十年 面对温润 而纪念那份王者之气 第二日 原成照了张牧来见 说虎王的条件 也不是不可答应 但如今紫草军 困于二周之中 总要等打下二周 才能具体商 才能具体商议 谁大谁小的问题 不然 恐怕他的人马 心口难浮 但为了显示合作的诚意 他愿意将妻妹 下嫁与贺虎之子 结为姻亲 并由妻子亲自送嫁 张牧对于原成这番诚意 有些喜出望外 他本是来耀武扬威的 没想到 对方这么给虎王面子 还以为是对紫草军 有所记忆的 不由洋洋得意 开始也有点小怀疑 但看到出水芙蓉般的 五幽宴之后 又有原成之妻亲送 就完全相信了 到了出发那日 张牧看到 莫子他们不上他的船 反而上他们自己的船 就有些不满 原相 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问题 由李燕带为答复 张先生 你的船上已经装满了粮草 吃水够深的 可我们还有豆绿姑娘的嫁妆箱 一百二十台 侍女四十名 侍卫五十人 况且 男女有别 分开两条船坐更方便些 夫人极为腾宠这个妹子 如今不但亲自送嫁 还什么都准备了最好的 黄金就有五千了 单独一条船 单独一条船 显示新娘子 大家闺秀的身份 也是给虎王 正面子呀 这 张牧迟疑 多一条船 也不成问题 只是 李燕一挥手 兵士抬来一口箱子 打开 给张牧看 张牧被荧光刺到了眼睛 顿时合不拢嘴 让自己人抬下去 笑道 李老说得对 新嫁娘一条船应该的 不过我也得在那条船上 没关系吧 那就更好了 还请张先生路上 帮忙照应一下 夫人和他妹妹 都是千金小姐 没吃过苦的 李燕早料到了 是的 是的 张牧贼没笑眼 同时做个眼色 让身边两人 先上莫子的船 自己回船交代过 又多带了十名大汉 两船出发后 没多久 莫子从大舟 带来三船中的一艘 也往相同方向去了 而在更早之前 就有数队快马 沿河急迟离开 原成望着和天水 几乎融为一色的翻影 久久站立不动 李燕知他心思 说道 莫子姑娘 乃当今奇女子 定会欲嫌转安 逢凶化吉 原相不必挂虑 你们当他是无所不能的奇女子 可在我眼里 他只是我想要捧在掌心里 珍惜一生的人而已 原成慢慢收回视线 调转头来 已是冷静沉稳的面容 李老 请各支队伍的将领来见 不是有些人不服我吗 是时候打个大胜仗了 李燕原本还担忧 原成过于沉浸于儿女私情 忘了当务之极的情势 这下才全然放了心 应声去召集 所有说得上话的人了 十日后 莫子跟着张木的船 进入陈州 路上虽然遇到过官兵盘查 却都用银两打个过去了 即使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难得官和兵仍在受贿 自大以为老百姓不过是小打小闹 而且信州陈州 在朝廷军的控制之下 放一些可疑船只 也不影响大局 夫人 张先生求见 侍女在外禀报 那四十名女子 是原成早在一年前 就请雷阵门 为莫子训练的 武功不见得多高 但都会拳脚功夫 力气不比男人小多少 关键时候可以一挡 至于张木 眼睛贪色 胆子还不够 又收了一箱银子 所以上的船来 一日问一次好 其他时间也算安分 怎么又来了 洛英撇撇嘴 阿好阿月 立刻放下珠帘 站到五幽雁身后 可能快到秘密水稻的入口了